兩個一二二 傳統市場一早人潮塞滿滿 新鮮蔬菜一買就是好幾大袋 把握颱風前週末 不少民眾要來搶屯菜 像這樣一斤90元的高山高麗菜 一顆就要將近400 蔥一把則是180 有些民眾問到 已經覺得好貴好貴 不過就擔心颱風來會再長 只好忍痛買下去 受到上週全台多出大雨 影響產量 28號蔬菜平均批發價 又從40元以下飆破50元 尤其葉菜類漲得最兇 震驚的是那個芹菜 芹菜 小小一把一進就要90塊 300500塊都不夠買 趕快買一些 要不然下禮拜下不了手 比較貴的還是蔥 又不能斷糧 所以就一定要先準備好 不只青菜水果也貴 包含青江菜美金60到70元 平地高麗菜單顆逼近300 高山飆到快400 芭拉火龍果單顆都破百 颱風後恐怕還要再漲 客人本來就聽到颱風 就是大概一波方的牆 所以會漲 對 這一顆撐起來是120 沒貨啊 爛啊 吃水啦 車市場不少民眾 也到賣場採購 房台物資向我面前 這一程車 就是每到颱風的銷售 說到大賣場 房台物資排行榜 新鮮蔬菜 雞蛋並列第一 啤酒第二 第三名則是泡麵罐頭 再來是新鮮肉類 和冷凍水餃 看一眼推車 就知道誰 正在備戰房台 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特別買比較多這樣 我怕颱風過後菜會長 然後又是怕那個 颱風在家裡沒東西吃 所以先來產工 賣場越晚人潮越多 野者也準備多四成備貨 補貨的手從沒停過 即便多數地區風雨還不明顯 不過部分民眾不敢輕忽 山陀而威力 尤其蔬果乾糧買好買滿 至少有備無患 東京新聞吳孟玲 林海榮台北採訪報導